彪悍的人生无需解释,她不是女权运动的支持者,却活出了所有女权拥护者向往的样子,她就是现实版的大秦太后曲美凤。 20年前,一段长达47分钟的不雅视频,将斥炸台正圈的天之娇女,打击的灰头土脸,被千夫所指的她,甚至成为陈冠希都望尘莫及的前辈。 原本没有任何翻盘胜算的她,是如何逆袭人生的呢? 追忆曲美凤的绿症生涯,或许你会发现,有一种人,只要做到脸皮够厚,就算诸葛亮在世,都拿这种人没辙。 曲美凤,1966年生人,出身台湾的树香门地之家,在高知父母的尊尊教导之下,曲美凤从小到大,在学习成绩上从未让父母失望过,成为女学霸之后,更是一路开挂,成功考入台湾政法大学。 然而,这仅仅只是她辉煌人生的一个开端而已。 以台大高才升了身份毕业之后,曲美凤并没有急着找工作,而是以优异的成绩,获得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 在此之后,凭借海归金光闪闪的身份,曲美凤反台之后,先后就职于中国晨报及资历晚报两家报社。 作为报社社会版的采编记者,曲美凤在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的同时,也看到了社会上很多的事态炎凉。 因此,她更加明白,知情权跟公平这两件事,对于公众来说,意味着什么? 凭借敏锐的洞察力,犀利精准的表达能力,曲美凤渐渐形成了自己辛辣的办事风格,很多同行偷偷在背后给她取绰号为辣椒凤。 1990年,曲美凤凭借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,超高的人气质,顺利进入电视台,成为播报社会新闻的主持人。 电视台作为政府机关的外宣部门,自然会跟政府官员有密切往来。 曲美凤在高人的指点之下,之后也开始筹划进入政界搞事业。 1994年,28岁的曲美凤成为全台最年轻的女医员。 1996年,曲美凤抓住了两个扬名立万的机会,一个是宋七历脸财案,还有一个就是妙天禅师诈财案。 这一次,曲美凤为民众发声,摇旗呐喊,将使做勇者骂得体无顽夫,并且替受害人讨回被骗钱财,因此大的民心。 曲美凤的社会地位,借此扶摇直上,在律政界站稳了脚跟。 然而,真正让曲美凤一战成名的,当属他跟民进党主席高雄市长谢长廷的那一番口舌之争。 在这位高官面前,曲美凤一点都没怂,凭借三寸不烂之舌,对得谢长廷李屈辞穷,狼狈不堪。 眼看着这位向来高高在上的市长,被一个小女娘搞得焦头烂额,台湾吃瓜群众不禁拍案叫好。 曲美凤凭此一战,吸引了无数政客要员的青睐有加,而桃花朵朵接连不断地盛开之时,曲美凤在职场上有如神柱,一路高升,让人不禁凯叹,他有异于一般女子的遇难手段。 1998年年底,新竹市长蔡仁坚跟曲美凤传出恋情,然而,这段轰动全台的绯闻,却如同雷震雨一般,来得快去得也快,没过多久两人就分到扬镳了。 然而,这件事的神奇之处就在于,两人分手后没多久,曲美凤就获得了新竹市文化局长的高位,所以,不少人猜测,曲美凤的这桩爱情买卖,回报率还是不错的。 因此一事,曲美凤在台湾民众的心目中,减分不少,也因此导致他在挑战下一轮职场高位时,不出意外地败北。 2001年,曲美凤代表新党,参加了选举,公布竞选结果后,因为风评欠佳,他不出意外地落选了。 因此一事,曲美凤在征服群下之臣的功夫上更加卖力上心,渐渐成为横跨政商两界,赫赫有名的交际花。 除了新竹市长蔡仁坚,曲美凤的绯闻男友名单上,还有一连串位高权重之人,有中常委兼立霸吉宣总裁王佑岑,立伟蔡豪,有傅之夫蔡仲明等人。 然而,这张坊间盛传的桃花绯闻名单,曲美凤却拒不承认,然而,事实胜于雄辩,没过多久,就被媒体啪啪打脸了。 2001年12月,新周刊率先报道了曲美凤跟有傅之夫增重名的桃色新闻。 正当两人想极力否认时,独家报道紧随其后,除了详细地报道了两人之间的来龙去脉,还随刊赠送了一盘长达47分钟的视频光盘。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,独家报道的期刊就卖到脱销的程度。 起初的时候,曲美凤还想通过道歉的方式,获得公众原谅,挽回自己的公众形象,只可惜,收效甚微,反而招来滔滔不绝的唾骂。 既然施弱无效,不如采取强硬的态度解决,曲美凤的反击分为三步。 首先,他求助于警方,揪出幕后黑手。 原来,偷拍的不是别人,正是曲美凤的前男友蔡仁坚,以及他的课程老师郭玉玲。 曲美凤出于信任,将自己的房门钥匙交给了郭玉玲,没想到却引狼入室。 证据确凿之后,曲美凤状告郭玉玲侵犯他人隐私权罪名成立,将他亲手送进了监狱。 郭玉玲为此付出了四年牢狱之灾的代价。 曲美凤的第二招反击,就是消除公众舆论热度。 众所周知,很多事情越是搞得神神秘秘,越会激发人们的好奇心。 为了将这件事情搞成一桩稀松平常之事,曲美凤将自己过往所有情史全部写在了一本书里。 书里详实地写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凭借当事人的亲身经历,历迫各种添油加醋的传闻。 由于这本书霸占了热点跟当事人的一手资料,满足了所有人的好奇心。 曲美凤也因此盲拳打倒老师傅,一不小心就成为了畅销书作家。 不过,对于这个新身份,曲美凤根本不在意,他在意的是舆情结果。 不出所料,当他的情实所有人都只想后,公众反而失去了兴趣,因为所有人知道的事情就不再是秘密了。 曲美凤的第三个反击,就是玩了一招漂亮的回马枪。 这件事结束后,他离开了台湾,在自己的母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继续深造,拿到博士学位后,嫁给了接受西式教育的华裔男子西蒙。 老公对他的过往并不在意,西方男人在这方面想得比较通透。 西蒙刊中的就是曲美凤高于常人的情商跟智商。 两人婚后生下一子,随后开启了男主内、女主外的合作模式。 凭借流利的英语水平,洞察世事的分析能力,曲美凤在奥亚卫视获得了新闻频道主持人的职位。 一年后,声名远播的曲美凤接受了鲁豫有约节目组的邀请,跟鲁豫来了一场不见刀光剑影的唇齿交锋。 在这个已不要救世重提位接受采访条件的访谈里,鲁豫临时毁约,一而再再而三的救世重提,向曲美凤发起攻击。 没想到几招下来,却被曲美凤用轻描淡写的方式轻松化解。 鲁豫的重拳出击,每一招都如同打在棉花上,而一边的曲美凤依旧笑得云淡风轻,不急不躁地看着鲁豫的无可奈何。 2009年,曲美凤再次重返政界,华丽回归。 这一次,他的战袍有了一种刀枪不入的厚重感。 2013年5月25日,菲律宾巡海公物船在台湾伤害渔民红石城事件,让台湾民众一份填膺。 彼时,群众非常渴望有人能替他们发声,而曲美凤再一次选择了站在平民的一边。 他披麻带笑,带领十二金钗,远赴菲律宾,站在总统府门口喊冤。 这种为平民发声的做法,让他再一次迎回了台湾民众对他的好感。 有民众甚至这样感叹,那个自信、勇敢、正义、善良的辣椒凤又回来了。 然而,对曲美凤的重归,他的政敌却并不喜欢,煽动媒体向他发难,提出各种标钻问题为难他。 例如,有媒体问他,若是有一天,你的儿子长大成人,无意中发现你的那段不雅视频,你要做何解释呢? 曲美凤的回答,让所有人惊掉下巴。 只见他淡然一笑,没羞没臊,大言不惭地说道, 啊,妈妈当年年轻的时候,身材是不是很好啊?你说是不是啊? 脸皮是啥?在关键的时刻,只要把他当成鞋底子才,别人能奈你何? 曲美凤若是没有这三条反击之策,又如何绝地重生,卷土重来,反败为胜呢? 孙子兵法有云,兵者,鬼道也,不走寻常路,才能出奇制胜。 一旦跟着别人的思维方式走,必输无疑。